杨先生请坐 您眼睛稍微睁大一点 就是看着正中央的红点 您的这个减板线特别不好 正常的形态都像中间的这样 这一块是没有形态的 也就是说这一块的线体已经萎缩消失了 看了没有形态 咱们查一下左眼的 你这个左眼更严重 这线体的管机都没有了看到吧 天哪 我没有减板线 您左眼的形态现在就像一个五十岁的人一样 五十岁 你说五十岁的身体 三十岁的眼睛那多好 这都倒起来了 心头真的是像背了一座山一样压肿 真的是没想到 杨蒂的那个眼睛情况会有这么严重 这个已经破了又破了 漏牙已经出来了 然后这旁边的还有一个 这两个 囊笔组织串出来的 一部分残留它就反反复复会复发 其实你应该做手术 可能你的用眼卫生也有问题 但是在眼皮上做手术 我的眼睛能看到一直有个刀在我那动 是不是 看不到 怎么会看不到呢 我的眼珠子在 看不到我把你翻过来 把你眼珠子压掉了 被你说的更差 通过自身的调理呢 这个调理你要想彻底好 不可能 哎呦对我很严重 我造成这个的原因是啥呢 他就经常看 电脑一天都不离手 手机不离手 一个电脑手机 不行不行 哎呦那个电脑手机要重一点 我以前没有这个病状 倒是真的 就是从去年双十一开始的 但那阵子确实没怎么休息 戴隐形眼镜有的时候戴一天 隐形眼镜你感染的时候 绝对不能戴隐形眼镜的 我还戴呢 工作啊 没办法 我觉得还是做吧 这个眼睛你会用一辈子 你妈妈很担心啊 说不定你的眼睛翻上来 还没有我的眼睛好 肯定没你的 有好的身体才会有一切 如果身体都垮了 做什么做 那就回来吧 我和她爸可以养她 说啥 妈妈好爱你 妈妈真的好爱她 妈